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所以卧床不起 是中了钉头旗剑书 他也算出来 这病根就在江子牙身上 现在江沙每天在骑山做法 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文仲急忙到后仗 你看赵公明这会儿 一阵糊涂一阵清醒 利用清醒的时候 他就把刚才的事情讲述了一遍 赵公明平安一咧嘴 哎呀 我命休矣 文仲啊 面与我多年在一起 交情至甚 快救我一命吧 公明兄情放宽心 既然咱知道这件事 我焉有袖手不管之理 本应轻提重兵 赶奔其善 但是 现在我又难以分身 不知派谁去何事呢 正在这时 赵公明的俩徒弟 陈九公 姚绍思 在旁边过来 这是赵公明从峨眉山带来的八大弟子之内 两个人躬身实力 是否 是说 如果相信的话 我们哥俩去一趟 赵公明点了点头 再也说不出话来 文仲拉着他们哥俩的手 二位贤侄啊 关系重大 只许胜 不许败 胜则 你老师的命保住了 万一要失败 他这条命可就交代了 你们二位有把握吗 有 师叔请想 各位神仙都在封经 远离奇山 那么就是江子牙 领着一伙军兵 我们还对付不了吗 这是不当着您的面说 我们哥俩也学了半仙之体 对于舒服念咒 五行顿法 我们全会 那好吧 事不宜迟 你们立刻就起身 带多少兵马 师叔 最好谁也不带 人多事众 容易暴露目标 我们两个人借土顿去 去得快 回来得快 文仲一听他们说的有理 因此点头答应了 陈九公背着那对双斧 姚绍斯背着一对打将鞭 两个人短一斤小大半 偷偷地出离营房 抓了拔土 喊了一声鸡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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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奔稀奇 可他们认为着 这事十分机密 旁人不得而知 他们就忘了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呀 墙中还有墙中手 就在陈九公姚绍斯刚一起身的时候 街仙棚上的陆亚陆仙师 突然就感觉到耳鸣眼跳 坐卧不明 一阵阵心血来潮 这怎么回事 耳根子怎么发热 眼皮 怎么来回直跳 赶紧秀吞凌文 掐指一算 哎呦 不好 陆亚说声不好 各位仙人都大吃了一惊 咱们出什么事 陆亚说 文太师已经派人赶奔西齐山 去夺钉头旗剑书 真给夺走了 咱们前功尽弃 那赵公明死而复生 这可不行 赶紧把江上找来 有人去找江上江子牙借图顿 来到街仙棚 陆亚把经过江出一遍 告诉他千万要小心 这法术还要继续做 但是也要严加防范 同时派讹诈 保护江子牙 紫牙点头 带着讹诈 蹬着风火轮 又返回西齐山 但是来回这么一折腾 完了 等江子牙到了齐山山头上 登上法台 抬头一看 顶头旗剑书是踪迹不见 现在啊 这法术已经进行到第六天了 也就是说 还有一天的时间 赵公明就交代了 这钉头旗剑书在上面供着 上头画着赵公明的像 这玩意要丢了 那就等于白干了 把鹅炸鸡烂崩 哎呀 怎么不早说呀 把值班的军官找了一问 这些人换换脑袋 没听见有什么动静 我大家严格防范 鸟飞还有个影呢 他怎么就不见了呢 哪吒明白了 肯定文重派来的人 也会左到旁门之处 这些军兵肉眼翻胎 怎么能觉察到呢 师叔 您别着急 在此少后片刻 带我前去追赶 鹅炸上了风火轮 提着火箭枪 从后边就追下来 一边追 一边手打凉棚 往寺外 查看 咱们再说 陈九宫姚少寺 这俩小子 请走石起 到了西七山 江子牙正不在 两个人用火玩术 迎起身形 所以军兵没有发现 没费吹灰之力 伸手把钉头旗舰书 就得住了 往兜里一揣 高高兴兴 往连营走 一边走 哥俩一边高兴 看来老师得救了 咱俩还立下大功一见 这就叫有福之人 不用忙 让无福之人 跑断肠 快走 快走 借着土盾 正望回走 可巧 对面来个人 谁呀 二郎杨茧 因为路亚 把鹅渣派走了之后 一琢磨不妥 鹅渣能力虽然大 但这小伙子性交气傲 有点心粗 不如杨茧 心细 所以他第二路 又派杨茧 前来帮着江紫阳 这回这人 这回这人算派对了 这回这人算派对了 二郎杨茧 借着土盾 正奔西七山走 突然抬头往对面一看 对面刮起一阵怪风 杨茧 把脑门上那只眼睛就张开了 你看人家这三只眼 有不同的用处 这只眼放出一道寒光来 就是黑天 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透过怪风 抬开有俩人 一个黑脸 一个白脸 黑脸的背着双腹 白脸的背着双边 看他们眉飞色舞的样子 好像办了什么事 十分得意 哎呀 是不是他们俩 把钉头旗舰书给抢回来了 这不是我们大洲的人 杨茧想到这 一晃三尖两刃刀 就想伸手 但又一想 不妥 我没跟人家交过手 不知道来人有多大的能耐 打胜打败都是小事 万一把他们放走了 把钉头旗舰书失落 千功尽弃了 怎么办呢 干脆 逢强智取 欲弱活秦 我也实斩点法术吧 这杨茧咱们说过不止一次了 会七十二般变化 那真是法力无边 别看他是御顶真人的徒弟 要论他的能力超过他的老师 杨茧想到这 从道边抓了一把沙土 树枝子乱草 在手里揉不揉不 用嘴一吹 吃力 变了 变得什么咱先不说 单说陈九宫 腰少四 架着土顿 正往回走呢 走着走着 突然抬头一看 就见对面灯光明亮 马浩挨着马浩 连营挨着连营 是帐篷 挨着帐篷 俩人揉着眼睛一看呢 回到营盘了 呦 光顾说话了 没想到回来这么快 二人迈步走进中军大战 文太师正在这坐着着急呢 一看两个人进来了 文仲就问 你们两个人辞去如何 哎呦 师叔 哈哈哈哈 这回您放心吧 我老师算得救了 我们已经抢来 钉头旗舰书 哦 现在何处 在我们怀内 陈九宫 取出来 双手望上一地 文太师接过来看了看 就是这个吗 啊 你别小瞧啊 就这么一张画 就关系到人的生死 您看那上面净窟窿眼 我们可没瞅着江子牙怎么做法 估计是用剑射的 哦 你们二人立下大功一剑 下面休息去吧 是多谢师叔 两个人高高兴兴转身退出中军保障 等出来再回头一看 呀 再见保障 踪迹不见 连营没了 灯火不见了 两个人直身在旷野荒郊 这怎么回事 两个人正在发愣的时候 就听身后有人一阵冷笑 二位啊 上当了吧 你们看看我是谁 两人猛挥头一手 二郎扬简 这才知道 刚才那一切都是假的 文仲啊 是杨简装的 把两个人急得直跺脚 杨简啊 还给我们钉头旗舰书 杨简也损点 从怀里头取出来 在他们二人的面前晃了两话 哦 要这个 对不起 不给 拿命来 拽斧子的拽斧子 侧边的侧边 双站杨简 三个人钉字形容就站在一处 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 讹渣在后的感到 讹渣登着风火轮 举着火箭枪 往对面一看 是杨简 正跟两个陌生人交手 师兄 你跟谁伸手呢 兄弟快来 助我一臂之力 这俩小子是文仲派来的 他们俩人就是奸细 我来了 讹渣大吼一声加入战群 那讹渣可够狠 手起枪落 啪 先把陈九公挑翻在底 姚少司心忙一乱 刚想跑 讹渣随手 记起千坤圈 啪 打了个脑僵崩裂 两道灵魂 赶奔风神台 报号去了 厄长收回千坤圈 问杨简 师兄 夺回来没有 当然夺回来 我料实小计 不信你看 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 那么咱哥俩上哪去 回西七山呢 交给师叔江上 结茬还得做法呀 不把赵公明治死 咱还有个好吗 对 弟兄二人回到西七山 江子牙正等着听信 一吵个俩进来 那个神色就明白八九 杨简把经过讲述一遍 然后把钉头七件书交给江子牙 江子牙命人放回原处 仍然沐浴更衣 结茬做法 杨简讹渣没敢离开 继续在这保护 翻回头来 再说文仲 这文仲倒背着双手 在大仗里来回直流 等啊等啊 怎么还不回来 该回来了 等啊等还没信 在他身边站着四员大将 邓忠张姐心魂投诚 这四个人也替太师着急 心魂赶紧跨步出了公身实力 太师 如果您放心不下 我去看看吧 好 速去速回 是 心魂来到圆门外 展翅妖灵 飞起在半空 这心魂咱也说过 他有特殊的能耐 身上长着一对肉翅 在急用的时候 像鸟一样能腾空而起 一日夜能走八千里 他在空中盘旋 到了西七山的上空 往前一看 像江子牙继续做法 转回身来 他在半路寻觅 就发现两具尸体 把翅膀一抿落得尘埃 仔细一看 哎呀 是邓九公和姚少司 这才知道出事了 急忙展翅姚灵 又飞回中军宝杖 建文中就说 他 他是 大事不好了 您派去的人 双双毕命 捞皮肤 姜子牙 仍在西七山上 做法 哎呀 如此说来 公明兄 这条命是 真保不住 说话之间 赶奔内障 这赵公明 这天晚上折腾 就甭提了 一句话也说不出 头丝脉斗 浑身浮肿 就好像吹起了 那个蛛丝 简直都认不出模样来 嘴里的也不知 嘟弄些什么呢 众人怀烈在床边 无不落泪 赶瞪眼 知不了 这时 白天军 从旁边过来 温太师 你除了一下 我有点瘦 文中点头 跟白天军 来到帐外 什么事 闪灾 闪灾 太师 我看咱们连续打败仗 士气低落 照这样子下去 简直不可收拾 那么咱们发愁有什么用 又救不了赵公明 为今之计 应当重古做起 我们摆的石绝阵 还有四座大阵没用 难道说 一座阵也不好使用吗 一旦成功了 三军弟兄 士气扶阵 说句难听的话 就是赵公明不在了 咱们也照样攻打西齐啊 总不能 大家就这么瞪眼看着吧 哎呀 我实在是没有信心 道兄 你认为你的烈焰阵能取胜吗 嗯 我觉得这差不多 不妨试试看 好 就听你的 这白天军呢 早就忍无可忍了 带领三千军兵 扁炮出营 来在官前列队 指名典姓 叫燃灯和江子牙 子牙远在西齐山 当然不能来了 燃灯道人 率领十几位上仙 还有新来的散仙陆亚 在官前列队 一瞅白天军 胯下牙齐梅花路 手中端着丧门剑 是乐无央威 燃灯一笑 对面道兄 尊姓大名啊 我乃白天军师爷 我就是烈焰阵的阵主 燃灯 说旁的都没有用 你们哪一个敢打我的烈焰阵 还没等燃灯道人派人呢 陆亚从旁边过来了 道兄 我是后来的 寸功未利 这座阵就交给我吧 好 不过道兄 要多加举慎 他每座大阵都十分毒辣 放心 这件事情交给我 管保平安无事 哈哈哈哈 路亚说着话 晃着小苍蝇刷 迈着螺圈腿 就来到梁军镇 白天军你看 这位咋这难看 满脸姿迷 那手跟脚 从来都没洗过 头发喷松着 满头都是草墨子 衣服是补丁 罗着补丁 鞋背个破斗子 身形高也就在五尺左右 简直是形同乞丐一般 白天军用桑门剑一指 呆 来者何人 我呀 哈哈哈哈 我是个无名的小辈呀 我姓陆 陆鸦 是也 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 莫非你敢跟我破阵吗 有那么点意思 我倒想开开眼瞅瞅 什么样的烈焰大阵 随我来 说话间 白天军在前边引路 陆鸦先师 从后边就跟进来 白天军 上了法台 手舞桑门剑 口里是面面有词 刹那间 就见浓烟烈火 把陆鸦困在正中 烧了能有一个时辰 白天军觉着差不多了 信说已经烧成了灰烬 哎 哪知道 从烟雾之中 有人冷笑 哎呀 这火烧的不足啊 我身上怎么有点发冷呢 啊 白天军文庭 直下的昏飞 魄 啊 哇